南投家府中心每年的岁末都会举办一场冬暖慈祐园游会 家府中心主任魏纪里说 今年虽说不景气 但是整个活动让人感到爱心满意 共136个摊位 就有将近100摊是自己买东西来卖 全部的收入都捐给家府做公益 令人感动 今年我们真的是非常的开心 虽然好像感觉经济不是那么的景气 可是今天的天气以及今天的人潮 真的是让爱满意 我们今天总共有136摊的摊位 这136摊有近百摊 都是自己自己买东西来 然后呢卖的所得全部都捐给家府 已经参与四年园游会的布公方老师陈慧珠说 他们捐出拼布包及手作小物 赞助给家府中心 今年更是盛况空前 所有的拼布包销售已空 今年我们总共有20个好姐妹一起捐我们的手作布包 我们CHJ布公坊已经连续四年参与这样的一个活动 所有的作品获得很多好朋友的认可 现在几乎已经认购一空了 来自雾峰的欧群科技是第一次摆摊参与活动 董事长廖岳照说销售成绩非常好 我们公司位于雾峰 那我们公司每个月都有提拨一些基金给家府中心 这是我们第一次卖香肠跟公司的同仁捐助了一些意卖品 还有很精美的高级名牌包 我们的销售成绩非常的好 省议员罗美玲也是家府中心的委员 她表示因为家府中心的善举受到各界肯定 才获得各界的支持 她也感谢各界的捐助 那今天的这个摄摊的意卖呢 她所得是要捐给这个家府中心的 在这里呢非常感谢这些善心人士 也感谢这些来消费的这些民众 因为他们来消费所得呢 也是呢捐赠给家府中心 那家府中心每一年都举办这个园游会 我们发现说呢越来越热闹 因为家府中心的这个善举呢 都得到各界的这个肯定 所以也得到了各界的这个支持 家府中心每每举办的持有园游会总是爆摊 大家愿意自套腰包做爱心 让岁末寒冬也有温暖的阳光 记者往水仙南投采访报道